在女子三级跳远决赛中 广东队的谭秋娇 以14米34获得冠军 她的队友曾蕊和陈杰 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 女子铁饼的金牌 被山东队的冯斌获得 她在第三头 制出65米85的个人最好成绩 冯斌也凭借这一头拿到金牌 证明我四年没有白练吧 至少对得起我这四年的付出 上一届也是差了十公分 跟新月差了十公分 这一届很开心吧 就这么说很开心吧 也弥补了一下奥运会 明镜决赛 女子400米决赛 四川选手杨慧珍 以51秒63的成绩得冠 安徽选手王春雨 湖南选手童曾欢 排名23位 男子400米冠军 也被四川选手获得 杨磊的夺冠成绩是45秒54 河北江西选手 魏力23位 男子万米决赛 七藏选手多布杰后城发力 超越此前领先的 云南选手董博健 以28分35秒24的成绩 夺得冠军 另外陕西队的姚杰 以5米80的成绩 夺得男子撑杆跳金牌 这一高度也创造了姚杰的 个人最好成绩 能在中秋节同时演示自己的生日 拿到这块全运会金牌 对于姚杰来说 绝对值得纪念 男子十项全能冠军 被江苏队的孙启豪获得 对于姚杰